開始啦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台車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在台灣這台車的銷售數量 算是比較稀有 這台車是VITARA的代號是JP 但這個代號也有車友跟經理說過 這個代號不太對 可是它在危機 或是在一些國際車種的底盤代號上是JP 這台車跟最新款的VITARA的話 底盤、懸吊系統是不太一樣的 這台車的後懸吊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比較後期新款的VITARA 後面的話已經變成是拖一幣的設定了 這台車原先的車友也有把它升高 像這樣方式的話 在比較早期經理還在有接觸試乘式的時候 它的上座的部分會做一個轉接的形式 把它做一個增高 那這個增高的話這個也都是套件 所以它的強度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它會在原先上座的地方 再增高一個轉接出來的轉接座 這個轉接座就好像是輪胎Hub上面的一個Spacer Spacer的話也是靠這個轉接的方式把它增出來 那這個轉接座一樣會有原先三顆螺絲 鎖在這個轉接座的上方再增出來 就變成是加高 這個加高的話應該是大概三到四公分左右 那這個是前面加高的方式 那還有一些底盤的配件 這些的話也需要一併來把它做改裝 才不會造成其他的狀況 譬如說這個的後方加高的 是這個增高塊 這個是原先彈簧上部的橡皮 那藉由這個 這個算是比較像是優力膠的材質 靠這個的增高的方式 把它彈簧再往整體長度拉長的話 就能增高 這個的形式比較像是KT 裝上車樣子的Hilo Key 那Hilo Key的話它能夠調整高低的範圍 能夠再多一點 所以能夠調整車高的範圍 能夠再加大 可是這個阻尼筒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所以它的阻尼的設定的話 還是以偏舒適 這個阻尼的話都還是算相當的舒適 可是這個應該也是Takiko做的吧 也是一樣 跟上個禮拜 我們做直播的Raffle的五代一樣 都是日製的大廠 所以它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看到漏油的狀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車高升高之後 後手需要有一些輔助的零件 它的整體支閉 才不會有異常的狀況 譬如說 這裡有一個電高塊 這個應該也是套件 這個電高塊 它才可以把它的支閉往下延伸 才不會有造成異常的狀況 這個是KT裝上車的樣子 阻尼筒 它的阻尼設定會比原廠的 還要來多出35%到40%左右 阻尼調整的部分的話 是在這個上座下方 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這個彈簧 後方是配置15公斤 250厚15公斤 它原先彈簧的磅數就不低了 雖然這個車重不像是其他車重 有可能2000多公斤 但是因為支閉的關係 因為底盤結構設置的關係 所以它本來的公斤數的話也不低 它的改裝之後的KT的磅數是15公斤 那這一個調整機構做的比較長的原因 是因為這台車也希望改了KT之後的原先的車高 跟原先車高是一樣的 沒有要再降低 所以這一個的車高的話 也還能再略高一點點 好 那這個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所以這個都還有 這台基本上它的越野能力就還不錯 之前有安裝過幾台 那剛好之前幾台的話沒有拍過影片 所以今天剛好有空檔 我們就來針對這台車的避震器 來跟各位來做介紹 後方的懸吊系統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也有仰角也都可以調整角度 這裡可以調整頭音 這個調整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竖角調整 這個應該是原廠就能做調整 好那我們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就是一般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麥花層的話彈簧跟避震器是一體的 在避震器的最上方 會有一個軸層來做轉向的時候 的力道釋放 那這個腳啊 這個車大家都知道 應該台灣應該很少人做避震器 可是KT一樣啊 是做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譬如說這裡有 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或者是後方這裡 有一個煞車感應 煞車線 煞車油管 煞車油管的話 這裡也有專用的煞車油管固定架 這裡的話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好 所有的這些零件啊 都是給這台車 VITARA JP的專用規格 包含上座的話 也不是沿用原廠上座 上座的話 KT也有附一個新品的上座 這條彈簧啊 如果經常有看過經理直播的影片 就可以了解到這條彈簧是200長7公斤 它不是做直捲式的彈簧 是一個大燈籠型的彈簧 所以它比較適合像這樣的車型 它的一個上下作動的行程啊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來多出35% 所以當它下壓往上回彈的力道啊 會比較順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的直接 也就是說會比較舒服 上下的行程也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在筒身的最上方 在上座的地方 有一個可以調整軟硬的 來看一下 阿倫可以降低嗎 這個引擎蓋有一點重 這個組裝都很扎實 好 那我們現在側高降低之後啊 經理把這個引擎蓋打開 然後看一下避震器上部的樣子 那從上座的中間 就有一個KT的LOGO 那一個旋鈕就可以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這個引擎蓋怎麼那麼重 很扎實耶 現在比較新款的時候 有可能為了要輕量化之類的 像這個引擎蓋都做成是鋁直的 所以萬一啊 萬一有事故的時候 就要一整個都做更換 好 這個就是它避震器的上座 JP的上座 所以它的上座 比較特別的是它的開孔比較小 所以它的下方的一個軸層的形式啊 也跟一般的車款不太一樣 那這一個有三顆螺絲 這裡就是剛剛所提到的KT的LOGO 這個LOGO是可以旋轉的 往順時針有一個H H的方向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那調整的秘訣啊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後方的話可以不用跟前面做對稱沒關係 那調整像今天設定的一個段數 就大概是前 KT共有30段的段數可以調整 像現在的話調整大概中間值 15段15段如果要硬一點或者是軟一點 都還有蠻大的空間可以來做調整 那我們來介紹這款車 還有一個KT用料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像我們裡面所填充的主尼油啊 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這個油品是一整個從意大利進口 不是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它的油品的價格啊 單價比較高 可是穩定度比較好 那攸關到避震器壽命 還有一項東西很重要的就是 裡面的油風 這個Orin油風的話 KT的話也是使用日本大廠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油風報價非常貴 大概是台灣 我們不比大陸 大概是台灣的七倍的價錢 可是它的一個壽命的話 會比其他的品牌的話 還要來得好很多 所以KT的一些用料都是嚴選的 整個品質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它的整體的功能性上也比較豐富 像這台車我們的報價才兩萬六千元 車主也覺得CP值還蠻高的 尤其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我們並不是唯由他廠來做代工 所以日後啊 包含這個上座也是消耗品啊 或者是防塵號饅頭之類的 這些消耗品的話 都是可以單獨來做汰換的 所以如果啦 車友品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經理針對剛剛所介紹的 有想要更多了解的地方 都可以私訊我們的小編 OK 以上就是今天 Suzuki Vitara JAP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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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